芭蕾舞是空灵优美的艺术企伦于16世纪的意大利宫廷 看起来是那么的高贵与典雅 但真的是这样吗? 法国印象派画家窦家以生动刻画芭蕾舞文明 他一生创作了约1500件的芭蕾作品 然而在这些唯美的芭蕾舞画的背后 其实描绘了当时19世纪末巴黎社会阶级下 跳芭蕾舞女孩的悲惨命运 在那个时候芭蕾舞的受欢迎程度已经大不如前 芭蕾舞在剧院中成了休息时间的表演 芭蕾舞服装的蓬蓬群和丝娃成了为了情色交易的包装 歌剧院还为此在后台打造的休息室 让男性会员可以在这观想芭蕾舞跟想开上的舞者提出邀请 而这些出身贫困的年轻舞者就会被要求去顺从这些会员 也就是金主的喜好 为了养家糊口和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脱影而出 这些年轻舞者不得不透过卖身来换取成功的机会 也因此在豆家很多的芭蕾舞画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舞者身后有一道黑衣 或有人以窥看的角度观看舞台 这些就是那些金主们 而养家在画作中努力想表达的是 那些在决美舞蹈动作和梦望芭蕾舞群下的现实面 被藏进芭蕾舞鞋的斜云剪中的可怕真相